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述了心外科医生唐嘉瑜海外学生归来后成为了安和寄生医院心外科重病组主任 因其副院长前女友的身份让同事对唐嘉瑜担任心外科主任一直颇有为辞 唐嘉瑜为人心高气傲面对非议不愿解释 在手术台上唯一的信念就是让病人活下去 为了助推国产全磁悬浮人工心脏的研发应用 唐嘉瑜与麻醉科医生叶一鸣携手功课难题 唐嘉瑜的胆大心细和全新救治病患的热忱逐渐令同僚对其改观 最终在心外科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 成功推动国产全磁悬浮人工心脏进入临床 该剧定档6月25日在央视八套和爱奇艺首播 我叫刘金凤 这部剧是由李鸿逸辣母养子领先出演的 因之前做过定档介绍 所以在这里重点说一下剧情的看点 故事风格上是一部古装喜剧 在人物设定上 不苟言孝的皇帝配搭铁憨憨的皇后 非常的有看点 讲述了东浩国太后 为拉拢权倾朝野的威国公 将其女刘金凤赐婚给了 尚未执政的年轻皇帝段云章做皇后 起初段云章以为刘金凤是威国公 安插在自己身边的眼线 再加之刘金凤个性过于欢脱 不懂宫规 于是将其打入冷宫 却没料到刘金凤竟在冷宫搞起了事业 让段云章也不禁被其吸引 该去订档6月24日在优库首播 幸福到万家 这部剧是由赵丽颖、罗进领先主演的 之前曾暂定在春节党 不过后来推迟了 在历史了几个月的等待后 剧方终于官宣定党 6月29日首播 题材上非常的接地气 融合了婚闹、淤水排放、土地纠纷等社会热点话题 讲述了农村姑娘和幸福 因在婚礼上保护被调戏的妹妹 而得罪了春之书 何幸福不得不离乡背井到城市打拼 因学历低、没有城市工作经验 只能成为官涛律师事务所的清洁员 何幸福的吃苦耐劳和勤学努力 让官涛破格将棋提拔为律所前台 两人亦师亦友 然而当何幸福得知家乡遭遇淤水排放危机时 毅然决然回到家乡 与乡亲们一起共渡难关 该剧定党6月29日在北京卫视、东方卫视优酷首播 这部剧是黄孟莹、任东霖领先主演的 剧情上是第一季的延续 讲述了传奇娘娘、钟吴燕 因诞下怪胎太子被幽进冷宫后 朝野上下波云诡诀 再加上战局动荡不安 让奇王不得不把钟吴燕请出冷宫 战神娘娘、钟吴燕再次强悍出征 横扫战场最终辅助齐王安邦定国 两人终于破镜重圆的故事 该剧定党6月27日在爱奇艺首播 这部剧是由秦俊杰、邓家家、雷先主演的 讲述了海港市护城河一起突如其来的离奇服侍案 让一项战绩斐然的刑警队长陆萧给一筹莫展 绰号水鬼的嫌疑犯 不仅拥有超强的反侦察能力 更具备超出人类极限的潜水能力 芭蕾舞蹈演员崔善 在一个月前做心理咨询后便离奇消失 而水鬼的三个袭击目标 之前都曾伤害过崔善 那么水鬼与崔善究竟是什么关系 这一连串凶案的背后又是怎样的阴谋 该去定党6月22日在腾讯首播 这部剧是由吴磊·赵鲁斯临线主演的 改编自关心则乱的《心汉灿烂》 兴盛致灾 讲述了自幼远离父母 在祖母身边长大的成少商 被沈娘蓄意纵容 欲将其养成一个闲散废人 面对重重陷阱 少商逐渐学会收敛锋芒 用各种荒诞的行为 来掩藏自己的内心 一次偶然 少商邂适逅了心地义子林不仪 两人一见钟情 然而自幼缺爱的少商 却对这份感情一直没有安全感 林不仪的包容与善良 让少商逐渐放下心房 与林不仪最终成就了一段美好姻缘 该去三定7月5日在腾讯首播 这六部剧当中 你最期待哪一部呢 若有更多新剧定档 我们会告知大家 记得订阅我们哟